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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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几天前就答应了大家 我会今天做个Live的 就是我的reaction 对那个budget 几天前 那现在有时间去消化了 这些是我的personal thought 我只是说 会说些东西会影响我们投资 如果你已经有投资在英国 这件事会对你有帮助 这个Live 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考虑 在英国或者蘇格兰 就是英国这些投资 你更加要预须 OK 那其实我想做一个note 就是它那个budget 其实那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政府 关于property是分开的 英格兰那天说的Rachel 他只是说英格兰而已 苏格兰的东西是苏格兰政府做的 那个budget 那苏格兰的政府 就要12月才做那个budget 所以我想你focus 就是那个Rachel 那个财业说的那些东西 几天前呢 只是影响英格的 OK 因为呢 property呢 苏格兰是分开了的 和英格的 OK 那么呢 我不会说一些东西 就是好像NI 啊其他东西呢 是和property没关的 那些呢 你可以自己去那些网址 或者去BBC 可以 就是check多些detail 我说的东西呢 就是 只是property specific 和呢 任何东西呢 都要看正面和负面 OK 它说的东西呢 是opportunity 还是flat 有opportunity呢 或者有flat的东西呢 是等于opportunity OK 那如果你懂得利用 你懂得知道 如何走那些洞路呢 那就有advantage的 OK 那第一样东西要和大家说呢 那个budget呢 就说那个capital gains tax 那样东西呢 是no change OK 我只是说property 那这个rate呢 就是18% 和24% 那那个basic rate 就是18% 那个higher rate 又24% 我在这里 不会跟你说 就是好像 什么为止 capital gains tax 那如果你不是投资者呢 其实呢 这个东西呢 是完全没有影响 就是没有变了 OK 接着呢 inheritance tax呢 其实也是没有影响我们 就是inheritance tax 就是遗产税呢 其实之前没有出过budget呢 就说了很多东西是关于这个东西 但是他no change 所以又不影响我们做物业投资 OK 这个就真的你要pay attention 是影响我们很大的 就是那个做投资呢 在英国 就是有一个surch charge的 那么呢 你买一个property呢 做投资呢 就有一个 你们的stamp duty 有一个stamp duty 跟着还有一个surch charge 因为你是拿来做投资的 如果你拿来自住呢 你就不用交这个surch charge 那么这个surch charge呢 就是由3个percent 立刻overnight increase了去5个percent 就是增加了2个percent 那么2个percent对你是怎样呢 就是如果 那我说用一个example 是用200k啦 因为如果你在曼城买 或者百名巷 伦敦肯定买不了了 就是很多城市在 或者你在看那些 我当作200k啦 OK 200k是一个average OK 那么200k的property呢 你要给多4千磅 要给多4千磅的cost 那变了呢 你以前你现在的yield 现在还要给多4千 就是几天 就是几天 政府几天要给多4千磅 OK 那这样东西呢 都 就是怎么说呢 如果那是一个good deal 你都会继续 continue 或者你现在听到这个transaction 突然间加了2% 那一个average的transaction 是200k 在英国 英格兰 那现在加多4千磅 你的upfront cost 那你可以increase 你的租金 那租客 比不比另一件事 你increase 多50磅 一个月啊 你都要很多年才能拿回 你要三年 四年才能拿回 assuming 就是没有void 没有maintenance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cost 这个也不是最毒 最毒就是英格兰的政府呢 他下一年 下一年呢 那个freshhold 要给税呢 是会 就是stamp duty呢 是会drop 由250k 去到125k 用回刚才曼城 假设曼城的example 是200k 那你现在呢 就不用交stamp duty 是只要交 surcharge 虽然 surcharge 由3%去到5% 就是要多给4k 如果你迟些买 就是4月的时候呢 那个stamp duty呢 就是 如果你买200k 那个allowance是125k 那75k呢 就要交税 OK 要交stamp duty 如果没有记错 是交2% 75k要交2% OK 这个也不是很多 接着再要交那个 就是那个 surcharge 又增加了你的cost OK 那记得我说这些东西 是正是英格兰的 OK 那如果你是本身是香港人 你是overseas的 你还要加多 在英格兰 要加多2%的 surcharge 那 overseas type 如果没有记错 是2% overseas type 因为我做 我的投资呢 就在苏格兰的 苏格兰呢 苏格兰呢 那个budget呢 就要12月 12月才会发生的 OK 那我就expect no change 因为现在我们呢 好像我帮我投资者买的那些 property 第一不会200k先 因为呢 我们Glasgow 我基于Glasgow的 我们呢 是 譬如100k 都可以买到 两房三房的 property 那我是买这些这样的价钱的货 所以呢 我不expect呢 会有任何影响 甚至迟些有budget 苏格兰做的budget 也不会有影响 那呢 变了现在呢 那个Yield呢 就是 就是那个 一向英格兰的Yield 是比苏格兰 低于苏格兰 现在呢 价格还会大一点 OK 所以如果你是考虑 OK 考虑中的 你应该要考虑一下 Glasgow OK 或者考虑一下苏格兰 那如果你现在是 想着要 就是没有兴趣 之前是没有兴趣 苏格兰的 那你也要看看 OK 因为呢 现在呢 英格兰的cost呢 做投资呢 是增加了 变了你的Yield 跟苏格兰呢 比较是更低一些的 那我这里 有个 如果你是有question 想问的 关于这个YouTube Live呢 我E-mail是 info at joinmy.net OK 那我又准备了 有个Webinar呢 是解释给你听呢 这里呢 苏格兰 如果你没有考虑过 苏格兰如何投资 我会解释给你听呢 这里和英格兰 是有什么 difference OK 是这么多先 OK 我说了一个很快的YouTube Live 什么都没有准备的 很Raw的 希望大家觉得有用 记得给个like我 给个subscribe我的频道 这些东西呢 会帮到我的频道 推荐给更多些人 OK 那么多些香港人呢 就会 benefit到 from我们那个sharing OK 是这样 拜拜 我是John 拜拜 让我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John 我和我太太Joyce 有间公司Base 在Glasgow 是一条龙 帮香港人物业投资 那呢 我们会帮你找个property 我们的team 会和你做装修 跟着我的team 去找租客 最后呢 会去manage property Thank you